小朋友兩兩一組拿著垃圾袋 在廊島攤頭用夾子撿拭垃圾 為了響應世界海洋日 海管處特別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並且透過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來讓廊島國小園六十幾位小朋友 對蘭嶼的生態環境進一步認識 也讓小朋友在海邊游泳 有個乾淨玩耍的區域 以後游泳都不用花了 就被困見了 背著大垃圾袋 在熟悉的海邊 仔細地將垃圾撿走 海管處也邀請蘭嶼行動聯盟成員 為小朋友介紹垃圾會帶給蘭嶼生態環境 及部落居民生活的影響 並且將自身的經驗告訴這群小朋友們 讓他知道說 舉手做環保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只要你的垃圾丟掉垃圾桶 做個分類 我相信就是這座島是一起 就是還是有辦法 就是永續生態 就是都可以得到很棒的 一種世界級的水準 我就很希望讓他們知道這樣 因為我們的地方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愛蘭嶼要行動 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 不是教育了他們這樣子 不到一個小時的淨灘時間 就撿了十幾大袋的垃圾 有寶特瓶 飲料罐 保利龍等等 蘭嶼行動聯盟也呼籲小朋友 及當地居民 地球只有一個 而蘭嶼也是大家長期要住的地方 所以每個人要注重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愛蘭嶼就要行動 記者臺東蘭嶼採訪報導